在参加社交或者是在团队会议中积极地分享自己的资讯 但可能因为涉及到某些利益团体而受到挑战 导致自己情绪受挫 爱情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突然决定一个人去旅行赞心 月亮进入双子以后 与土星形成了对分享 带来一种挣扎和冲突 一方面渴望与人分享自己所收集的资讯 一方面又被专业人士挑战 认为太过轻浮带来了不自信 但当自己想要成为那个专业的权威人士的时候 好像又不够灵活 逆行的沐星进入了与冥王星的三分项 并正分凯隆 这是自沐星进入处女座以后第三次对分凯隆 可能想要用超脱大慈大悲的态度拯救劳苦大众 但另一方面又好像不得不面对细节 甚至有可能会被道德所编辑